嗨 大家好 我是豪 好久沒有來拍這個小套房客難煮菜的單元了 那今天呢 其實只是想要來開箱一下 Nail Flam Fica的鍋子 像大家看到它就是可以收納成這麼小的樣子 所以想說很適合我們租屋主的收納或是需求 這邊先跟大家說一下它的尺寸規格 它呢 就是有附一個玻璃上蓋 這邊是有點像矽膠材質的 20公分的湯鍋 再來是24公分的平底鍋 最底的這一個是26公分的炒鍋 就是它的深度蠻高的 那這一個把手呢 也是在裡面的 那這一組它有附這個墊布 還有一個保鮮盒的蓋子 但我覺得那個蓋子我不太常用啦 所以我就不介紹了 再來這一個把手的用法呢 扣上去之後 然後就 推緊 這樣 就完成啦 我覺得還蠻穩的 我也要換一下 但翻鍋的話我不確定久了 喔不OK啦 那要解開的話呢 就推開 然後再打開 這樣就好了 把手是可以這樣站立的 那我會推這一個鍋 只是因為它最大的尺寸是26公分 然後又是炒鍋 有些品牌它可能最大是24 那有些是28 對我來講24太小28太大 所以我覺得26呢以我小套房 然後兩個人份來講是剛剛好的 那像它這個26的就沒有蓋子 所以我剛好呢 上一個平底鍋的蓋子就26公分 如果你怕那種一般的鍋蓋會耗損它的話 你也可以在網路上買矽膠鍋蓋 然後它這個鍋的鍋底阿 如果你是怕髒的人應該也會崩潰 因為它的鍋底就是白色的 是很一體阿 可是就是用久了可能會崩潰 如果你沒有常去刷洗它的話 然後我會覺得說這個鍋子還是買矽膠 如果你想要延長它的使用壽命的話 我個人覺得用矽膠鏟應該會比較好 會比木鏟好 因為我之前用木鏟阿 在那邊輕輕空空的 覺得好像還是耗損度蠻大的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矽膠鏟 木鏟跟木鏟的差別就是你不能這樣放著讓它 它雖然不至於到有毒 可是畢竟它耐熱度還是有限 不能讓它長期受熱 那同樣的道理在它把手上也是一樣 這一塊跟這一塊就是矽膠 所以其實也是 除非你翻炒真的很需要這一支 不然平常像這樣放著的時候 還是把它拔起來會比較好 這件喜歡用這個孜然 拿羊抽 羊抽我喜歡吃生意點的 所以可以拿到手中 鮮魚 鍋舌的蠻多汁 鍋肉 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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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到煮熟 一切 煮熟 煮熟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